阿哥 阿哥 其他人誰倒白 為什麼這個我 我們整個結婚 沒有啦 其他人分沒有分 我們也沒結婚 阿哥 阿哥 你怎麼看 你說甄莉姐我們其實 結婚這麼久 你要托一個人 就說結婚這麼久 你說當然 你說那個熱情 當然會沒有像年輕的時候 因為年輕剛交往的 也許前一年兩年已經 對不對 說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開始 訂完婚之後就比較沒有了 結婚婚 特別又生了孩子之後 所以你當然你的熱度 摸得良心講 一定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所以要吃藥對不對 是 本來到了一個年紀 本來可能就 我們又不是像潘老師 哇 嘿嘿 可能我們總是會比較萎靡 就是 萎靡 我們承認啦 就是可能有時候力不從心 那有時候表現得不好 一次表現得不好 兩次表現不好 第三次 因為你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的老婆非常的體諒我 因為有時候不要在乎什麼硬持久 所以可是 他真的是安慰你 沒有 你說他們 夫妻有時候我們女孩子出去聚會 人妻聚會 其實難免一會聊到這下 你跟你老公現在怎麼樣 我跟我老公現在比較少 我們也是啊什麼 其實在一起大概都是聊差 沒有人在比 我老公多厲害怎麼樣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丟臉 因為能力的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會隨著歲月時間 本來就這樣 你說我怎麼可能跟立東比 立東這麼年輕 我們都大立東 本來就是 立東比他的年紀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跟年輕人比 對啊 我們一定是 以前也是立下漢堡功勞 現在就是已經卸甲歸田了 不打仗 因為其實他現在小孩剛滿月 我們就會問他說那你開機了嗎 怎麼可能 什麼意思 應該要講 對啊 對啊 沒有 因為我是剖腹的也不行 對啊 現在像我就有加入 現在開始會加入一些 那個媽媽群組 因為就想說要分享一些資訊 然後就發現說真的很多 已婚 然後生小孩的最常在抱怨 就是說自從生了小孩以後 老公就不碰他這樣子 前幾天就有看到有一個媽媽 就分享 他就是 他也是已經結婚好幾年了 小朋友也是有點大 可能四五歲 但他說這四五年 他老公就真的 都完全不碰他 就從生了小孩以後都沒有 他說他就是想盡辦法 想說要誘惑他老公都沒有用 他說他前陣子他就想說好吧 不然的話 還是說他的招數太無聊了 不然他來一個厲害的好了 他就去那個 就是古其有機 去那個情趣有品店 買了很多一些玩具 跟一些那種情趣內衣 然後呢 他那一天就在老公回家前 就洗好澡打扮漂亮 然後穿那個情趣內衣 然後老公回來吃飽之後呢 他就要誘惑他 他就想說之前都在房間 可能老公覺得很無聊 他想說不然來試看看戶外好了 可是因為他其實 但他其實 對 他其實也不太敢去路上 他想說不然 從家裡陽台試看看 陽台最敢在路上 真的 路上或是有朋友在路上過 廚房中好 我真的有朋友在路上過這樣子 反正他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他不敢去野外 他就想說不然從家裡陽台開始 也算是戶外吧 然後他就約那個吃飽飯 約老公說去那個陽台 然後一起那個喝點小酒 看什麼星星月亮這樣子 結果他就脫 然後在那邊扭扭扭的時候 他老公居然回他說 我被蚊子咬得好癢喔 你穿這樣子一定被咬更多 我們趕快進去好不好 然後就這樣子結束了 然後他就 他就非常傷心的 在群組跟我們分享說 怎麼會這樣 就是老公是 老公的很癢 跟老公的好癢是不一樣 因為老公咬的是這樣 身上被蚊子咬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男生真的是結了婚 是不是都會變這樣 沒有 不是 有的是因為陪老婆生產 其實會有因應 有因應 好像有聽過這個 因為看到一切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別的地方 可以 也可以讓感情升溫 就是譬如說過馬路 你還是牽著他 緊緊的牽著他 那個也是 不一定說一定要 沒什麼屁用 直接說沒屁用 對啊 燒不到養醋 燒不到養醋 對啊 牽著我手啊 什麼都靴騷養 天啊 就過完馬路之後 你老婆還跟妳講我還是癢 對啊 我還是癢 你怎麼那麼粗俗啊 所以蚊子釘啦 沒有啦 這麼多女朋友 對啊 還有沒有什麼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這個男生結了婚之後 就聊一些感性的 女生結了婚之後 會想要聊一些性感 就是講得很露骨 曾經我有一個 以前她是女神的一個朋友 她後來就嫁給一個印度人 我們講說很好啊 異國戀對不對 應該祝福他們嘛對不對 結果過不到兩個月 他們就人氣聚會又把我找來 我心裡想說找我來幹嘛 反正他們就在抱怨 這個人氣就說 他想要跟她老公離婚 想說哎呀 一定是這個印度阿三 怎麼樣偷吃對不對 劈腿 他說不是 是因為這個 他老公喜歡吃咖哩 所以都會用手抓咖哩 晚上他回家他的 就會辣辣的 他不吃辣 聽你 聽你對我聽你對我聽你對我 聽你對我網路笑話嗎 是真的 你發誓 我跟妳講那個香料 是妳怎麼洗有沒有 都洗不掉的 就是真的 他後來就看妳講說好笑 妳是說洗 不是… 聽那個女生朋友敘述 他說那個真的是洗不掉 所以就隱私器官不同 妳們 你們縱容他在那邊胡言亂著 真的… 真的是因為就是會 因為這樣子所以就離開 那時候他們就是姓氏不合 就真的就離開了 真的假的 是喔 不過像阿虎說這個 我曾經也有聽過類似 吃不掉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 我也是說 你有一個正經的人 不是 我是有一次在 有一次在咖啡廳的時候 你的是酸的還是甜的是不是 你不是辣的 不太一樣 我是自己一個人去咖啡廳 隔壁桌就是有兩個女生 我就喝咖啡喝一喝 就突然她抱怨說 我孕琦初期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就是求婚的時候 就一直被拒絕 她就說 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孕琦初期的時候就是覺得 我下面就一直很XX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求婚 狀態很好 她會拒絕我 老公拒絕她 所以到最後我就 最後只好自己拿出玩具 來自己解決這樣 這樣不行欸 就覺得哇 好刺激 欸 說好像在懷孕的某一個期間 這個女生的問題是說 她這樣 下面好像都比較 沒那麼乾燥 感情豐富 是真的嗎 下面感情豐富 有一個階段會很想要 荷爾蒙的關係 女性的那個其實還好 會嗎 蘿莉塔 有嗎 我還好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醫生就說我那個什麼 有一個肌瘤 然後在肚子 然後我只要動作太大 就會撞到寶寶 所以她那時候是跟我說 沒事不要 不要做什麼激烈的事情 所以我是還好 因為我就很擔心 那個小孩受傷 其實她就沒有這樣 她說那個瘤真的會 她說沒有 她說我那個瘤 我只要動作太大 他就會撞到子宮 然後子宮有點瘤 已經有點瘤血了 所以她就說不行這樣子 就像撞球 妳先撞到一個 她在撞到一個 Kiss啦 Kiss Kiss 所以我可能因為很擔心 小孩受傷 我就比較注意 天啊 醫生跟妳講得這麼仔細 所以妳假如發生性行為 就好像在撞球開球一樣 但是她還在想 過了就十幾個肌瘤 沒有 你以為是青蛙俠袋 對啦 但是真的你身邊 確實是有其他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是沒有 身體就是沒有這些問題 他們其實很想要 然後就會很奇怪 而且是明明 而且明明是有些是到後期肚子很大 然後他們就說就很想要 可是老公就會一直說 不要…可怕… 其實六 七個月好像都還可以 可以啊 真的假的 其實是可以 那小孩不會不爽嗎 就是你看 六 七個月 那一直有人要脫掉 不會 妳可以介紹嗎 不會 沒有這麼厲害吧 保護著啦 來 接下來 看一下都在聊什麼 老公加婆婆加小姑的外話 這一定有 這康復連續劑 我會抱怨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就是超級疼愛他女兒 所以女兒就是只要一通電話 他就是人在哪裡都會風雨無阻 跑去接他 可是他的老婆人在哪裡 他是永遠都不會來接的那個 那我就會抱怨說他都不體貼 他怎樣啊 這樣子就會特別 正常啊 正常 就抒發 有沒有說你抱怨 對 我抱怨是正常 那要鼓勵善良風氣啊 各位 對 我家來接我 他真的沒來接我 他就說坐健車那麼方便 對 我們又不只 也不只罵老公 婆婆 我們是整個婆家都罵 對不對 對 整個婆家都罵 主宗八代 主宗十八代都罵 什麼獨孤 大孤 小孤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知道我那個小孤嫁得多好 多有錢來我們家做客 我們家拖鞋還偷走 這個事情也可以拿出來講 因為拖鞋其實有些時候 是買貴的對不對 對 還偷貴的 拖鞋 拖櫃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麼有錢的人怎麼會品性這麼差 可是如果她講出來說 自己講出來又摟掉 老公還沒 拖鞋妳要計較 我以為講說拖鞋妳讓她拿走 她喜歡什麼 這種人 但問題明明就是妳小姑的問題 怎麼有錢人要來偷拖鞋 然後看他們家的儲藏室 偷他們家高山茶 高山茶也不便宜 一斤也兩千多 兩三千 要偷走 然後還想說小姑那麼有錢 然後他們出國玩回 妳整個婆家都是小偷 很多人的婆家都這樣好不好 很多婆家會把自己 就是那個兄弟姐妹 就是兄弟姐妹的家裡 當作是自己家 她就拿走 她就不覺得她是偷的行為 她也不會問妳 都不尊重嫂嫂什麼 對 但其實我們會很神氣 還有很多 妳們會不會介意這件事情 就是說 婆婆 她必須要有妳們家的鑰匙 妳知道嗎 就是她有些時候她會開門進來 自己進去 不行 我曾經有聽說過這樣 就是婆婆她 因為她覺得說 我就是我兒子的家 這溫刀 這都溫刀 妳打一個鑰匙給我 妳們萬一有些時候有什麼 急需還是什麼 我可以去幫忙 還去幫妳們拿東西有沒有 帶小孩 可是我會 我會 打開房間 沒有 我會覺得說不用給她個人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們家哪裡 一個地方 備用在那裡 然後妳要來我家的時候 妳去那裡拿 可是妳用完要歸位 是 因為要讓其他人如果說 譬如說又有 別人忘記帶鑰匙 要回家的時候可以用 就是不想要 不想要隨時給她 不願意給 我一定不會願意給婆婆 單獨一把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